冰箱里还有好多海干货 这些都还是过年时亲戚们送的 今天不怎么想吃饭 拿一点它们出来包碗晾粥吃一下 先取一盆温水 再把这个干货放进去 泡上20分钟左右 把它们泡远一点 另外这里还准备了一碗的扇骨 用扇骨包粥比较甜 先用清水给它冲一冲 把那些碎骨给冲掉 洗净的扇骨我们给它焯一下水 冷水下锅再加点料酒进去 大火烧开煮上两分钟 焯水的时间 我们把泡好的鱿鱼 摇住还有好死给清洗一下 这些海干货 我基本上都没买过的 每到过年 我姑姑都会带一点锅来给我 清洗干净后 要把鱿鱼给剪一剪 剪成小段 剪好后先放一边备 这边的猪扇骨也焯好水了 把它捞出来 过一下水 放到温水中 把表面的浮沫给洗一洗 热锅下少许油 油不用太多 先把这个海干货和猪火头 放进去炒一下 这些海干货炒一炒 包出来的粥味更香 而且可以去除腥味 好 不需要炒饱太久 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边砂锅中先烧水 把炒好的海干货倒进去 另外给它加上几片姜 把锅盖盖上 大火烧开后 先用小火给它煲半个钟 这边我们洗好一碗大米 往里面倒入一点花生油进去 用筷子给它拌均匀 拌均匀后拿到冰箱里冷藏一下 这样包起来比较容易开花 最后我们再来切点葱花 这个是可以随意搭配的 自己喜欢的就来 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好容易的海鲜味非常香 现在把火调到最大 再把冻过的大米给加进去 先用大火给它熬五分钟 时不时的要给它搅拌一下 防止粘过 用大火熬了五分钟 这个大米已经变成饭了 很快的 现在把火调到最小 把锅盖盖上 留一条空隙 让它熬多25分钟就可以了 好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熬粥的时候 中途记得要给它搅动一下 防止它糊锅 现在这个大米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调适量的盐 来点胡椒粉 胡椒粉可以多来一点 搅拌一下 这个粥太香了 好可以关火了 最后撒点葱花进去 开吃 这锅三股海鲜粥就包好了 用干海鲜包出来的粥 鲜味依旧啊 而且它吃起来会更香哦 朋友们 你们要不要来上一碗啊